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有人会问了说这船上装的是什么呢 这船上装着9100吨的钢材 它的价值是人民币5000多万元 海难发生之后没多久 咱们今天要说的这个故事就开始了 2008年5月初的一天 海警一支队一大队的副大队长李峰 突然间接到了海事部门的报警 说新杭州号货轮沉没的附近这个海域 好像有工程船在进行打捞作业 所以330120立刻奉命起锚 如果确实是在工程船在那里捞的话 肯定基本上应该是在捞这条程船上的钢筋 再加上又是海事局报警报过来 那我们分析如果海事局报警报过来 一般肯定不会是货主在那里打捞 如果是货主在那里正常打捞的话 海事局不会报警报过来 那我们肯定这个打捞肯定是有问题 当我们的海警队员赶到新杭州号沉没的这个海域之后 他们始终没有发现海上有什么打捞的工程船只 难道真的有人在偷偷摸摸的打捞海底的钢筷吗 李峰说当时他的心里一直有几个疑问 这要想在海底捞东西说实话 那可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别的不说